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OpenEssence的远端连线认证服务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做登入的说明 那首先跟大家提一下OpenEssence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还有我们怎么去取得账号密码 然后分别从OA的官网登入 还有从提供机构认证的方式的资料库或出版社的窗口登入 那OpenEssence是一个英国的机构 Ebsco公司是它的代理 那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让使用者透过单一的账号密码上网登入之后 就可以随时使用图书馆所订购的电子资源 比如说电子资料库 电子期刊 电子书等等 那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登入的服务 甚至有的出版社就可以直接登入到它的个人化服务 也就是常听到的个人资料夹 不用再另外做注册 那OpenEssence可以让大家从自己习惯的出版社的网站 或者要顾厂商的网站 从他们的网页直接做登入也可以 那OA还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入口网站叫MyEssence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登入MyEssence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一个MyEssence当中看到目前我可以使用的资源清单 那它是手机平板比电桌机都适用的 所以即便我是用手机都可以透过单一登入的账号来做一个登入 那这些电子资源的话呢 比如说大家常听到的SVR Oxford等等 各大出版社其实都有合作 那我们怎么去取得账号密码呢 那一般来说会有三个途径 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图书馆在跟OpenEssence做洽谈的时候 是选择哪一种的合作方式 那第一种的话呢 我们如果是使用我们机构内的这个LDAP的一个账号密码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透过我们校内或者是院内机构内合发的账号密码 直接就登入 那通常就是我们的学号或职员账号 登入我们校内系统的账号是一致的 那第二种的话呢 是我们所属的机构 它会统一整理成大家人员的清单 然后为每个人建立账号跟密码 并且透过email发送给不同的使用者 那第三种的话呢 就是一样它会透过OA的系统来寄发这个密码的设定邮件 让我们可以自行设定密码 就像下图一样 我们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透过第三种方式的话 我会在我的email信箱收到这封信件 那点击连接之后 可以为自己的账号设定密码 那我们就拥有一组在OpenEssence上面的账号密码 那从2022年的8月中开始呢 OpenEssence他们对账号密码的要求就会变得更加严格 所以如果陆续有收到消息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是在设定密码的部分 它的要求 比如说要至少10码或更加的复杂 那目前的第一阶段的日期是8月15号 那二三阶段的话 要看官网公告的实施时间 它有按照阶段步骤来实行 那接着就是当我们有了OA的账号之后呢 我可以从OA的官网做登录 我们可以在Google当中搜寻OpenEssence 就可以看得到左方的这个网页 在它的上方有一个login 那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得到右手边 它的登录会有好几个选项 那我们请点第一个 登录到我的MyEssence 那点击之后呢 它就让我们去输入账号密码 那点击之后呢 就可以看得到左手边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我们已经或者是获得的账号跟密码 右手边我们也可以去找寻 我们自己的机构 那两者的差异就是 如果是左手边你已经有账号密码的话 请直接透过账号密码登录 点Sign就可以 那如果你是点击右边的 寻找自己的机构 找到之后呢 下方的图可以看得到 它一样是登录自己的账号密码 只是说它上方会出现一个 自己单位的logo 所以其实如果已经有账号密码的话 透过上图左方的账密 直接登录就可以使用MyEssence 那MyEssence这边呢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左手边的话呢 会有账号的讯息 然后自己单位的logo 右手边的话的A到Z呢 会列出我们单位可以使用的 电子资源清单 那比如说下方有一个华裔 那我就直接点击它 那系统就会直接帮我们跳转到华裔的资料库的页面 那右上角呢 可以看得到我们自己的机构名称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在院外或校外 使用各个资料库 那它的认证时间呢 是8小时 就是我的登录MyEssence之后呢 在8小时内 这个浏览器它的授权是有效的 所以我在MyEssence当中呢 只要我随时点选其他资料库都可以进行认证 在这8小时内 但是如果我进到不同资料库的厂商的页面之后 每个资料库出版社的页面都有自己的 就是timeout的时间 所以如果是一小时的话 我有可能被华裔就登出了 那如果华裔它的 就是timeout的时间是两小时的话 我两小时没有使用 它可能就把我自动做登出 这时候我们再回到MyEssence 再点一次 它又会再进行认证 那这个是MicroMedX的一个药学的资料库 那一样我点了这个MicroMedX之后 右上方原本如果你是在院外的话 你要输入账密 现在只要点右上角的MicroMedX 就可以看到右下的这个图 可以开始做使用 那接着我可不可以从出版社的网站 直接做登录呢 不用进入图书馆的EIMG电子资源系统呢 可以的 那基本上呢 国外的各大出版社 大部分都有允许机构登录 也就是有合作 那如果是没有合作的 像一些本土厂商 那他可能就是要先到MyEssence之后 再从MyEssence的页面 连到一些本土的资料库 那接着我们去几个例子 跟大家提一下 怎么样从大家常用的Google 找到这些电子资源 比如说Apps Code 那我们可以在Google当中搜寻Apps Code login 那就可以看得到 点击第一个连接之后 下方就有一个机构登录 那如果是Wiley的出版社 一样我搜寻Wiley之后 进到Wiley的出版社的页面呢 可以看得到 右上角它会有一个login的一个按钮 那点击login之后呢 可以看到右手边的这一张图 它下方有一个机构登录 那这个机构登录的话呢 基本上你就会找到OpenEssence 那我们看这一页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点击右下角的机构登录之后 在Wiley的登录页面 就可以看得到OpenEssence的logo 那我们就可以点击之后 登录我们的OpenEssence的帐秘 就可以使用外里的资料库 那Nature的话呢也是一样 找到Nature的网页之后呢 右上角有看到login 那点击login登录的页面之后呢 它的下方有使用我们的机构登录 那我就点击它 那一样就可以透过OpenEssence做登录 那ASB的Science Array是一样的 找到之后呢 找到这个login 然后呢就可以看得到 透过您的机构登录 那其中就会有OpenEssence的选项 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使用者 在使用OpenEssence 要做登录的时候的说明 它可以让我们直接 从出版社的网站做登录 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入口 买Essence 可以自己看到所有可以用的清单 然后使用各种资源 透过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做操作 那以上是我们的说明 谢谢大家 再见